好秋國龍面對警方圍捕 他選擇朝著自己開槍 而根據當時的影片 其實可以聽到是兩聲槍響 這樣有不少人質疑 怎麼可能自己朝著自己開兩槍呢 法醫高踏成也說 其實不太可能 因為通常人在中槍之後 就算沒有命中要害 也會因為疼痛或是緊張昏過去 推測嫌犯拿的可能是半自動手槍 可以連發 但現在萬華分局警方說話了 他們說嫌犯開了第一槍打中了自己 只是倒下之後 槍之走火才會出現第二聲槍響 大拼員警都在大喊 希望邱信嫌犯冷靜下來 但這時突然傳出兩聲槍響 邱信嫌犯朝自己開槍 到底不起送醫不治 但有豐富刑案經驗的法醫高大成 看過影片覺得不太對 讓高大成起義的是 現場有兩聲槍響 他說朝自己開槍的人 就算沒有命中要害 也會因為疼痛感和緊張感 失去意識 因此不可能會對自己連開兩槍 會不會是被警方開槍打的 高大成也認為不可能 那為什麼會有兩聲槍響 高大成懷疑嫌犯的手槍 可能是半自動的能夠連發 萬華分局正式做出回應 嫌犯開完槍後 急朝自己的頭部開一槍 在倒下時槍枝走火又激發了另一發 至於槍陣來源 分決強調 目前正在積極侵查中 華視新聞無連羅戴章 SNG台中台北報道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